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像双十一不断被刷新的交易额一样 这次中美经贸合作也是创下了世界经贸合作市场的新记录 那么未来如何在摩擦当中寻求共赢 如何在竞争当中寻求发展 这是中国和美国不断遭遇的问题 它也是电商和实体零售业目前正在摸索解决的问题 来看记者报告 2017年的双十一全球狂欢夜 看比春晚明星表演制容强大 但也难抵马云的异议星光 领先主演的公益电影《公首道》与王菲连妹演唱主题曲 马云在跨界玩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过晚会现场不断跳动的双十一及时成交额 提醒着中国来至全球 马云的发家主业是对商业发展 特别是零售领域具有颠覆意义的电子商务 在阿里巴巴已经指导九年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前后 无数的卖家和更多的买家正在奋战 虫虫是一家专营美装的淘宝店店主 备战双十一期间 这位老板娘每天连轴转 确保每个细节都不让粉丝失望 更重要的是要随时的解决各种突发的状况 我要求我们这里的每一样货品都要经过分检吃的手 就任何包装有破损或者掉在地上脏了的产品 就是一定不能进入到粉丝的手里 这么晚了一个人还要去深圳 现在是凌晨两点多 然后我还在等行 等一下要回酒店 回酒店还要录一个视频 就是淘宝双十一的一个宣传视频 然后第二天早上还要去仓库 应该还有四个小时可以睡 我双十一很多活动都做不了了呀 那本来我之前直播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 我说大家懂我双十一 我要反馈给大家 就是反馈给粉丝 就做一些活动给大家 那你先突然涨家 我双十一很多活动做不了了 重重还是去年新浪红人节的最佳红人奖得主 作为知名的美妆博主 他懂得时尚更深按互联网营销之道 使得自媒体与淘宝店铺有效的联动 在做电商之前呢 我是在网络上教大家化妆的一个美妆博主 那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呢 我在微博上迅速的积累了两百六十多万粉丝 在全网呢 差不多有四百万粉丝 这些粉丝呢 对于一个刚开店的店主来说呢 是基数是蛮庞大的 我每天都会在微博上和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呢 和我的粉丝互动 包括看他们的留言和私信 所以呢 我一般是第一时间就知道我的粉丝需要些什么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喜欢的是什么 包括他们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呢 我一定是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的顾客的 短短几年 虫虫的店铺越做越火 去年年销售额四千万 发货订单超过二十万 今年预计销售额近一点五个亿 完成七十万订单 虫虫的店铺成长于电商蓬勃的年代 而奢侈品微商小孙 也在这样的机遇期离开了商场专柜 第一年流水二十万 第二年就达到了七十万 这让他对电商越来越有信心 其实我就是客户增长还蛮稳定的 就是客人其实找我买了 应该说大多数都还是买的买愉快 都会主动给我揭晓这样 我没有太多的在这方面做什么文章 就是想办法去做一个推广啊什么的 那有些客户他会主动给我 就是推送一下朋友圈 也会有效果 可能我觉得有些客人 其实平时都屏蔽我的 然后他可能要买东西之后 再翻翻我朋友圈 那其实也好 因为有时候自己老师 刷朋友圈发动发产品啊 就是影响到客人生活也不好 因为像我很多客人 他们其实都是有几个 很多个微商嘛 他们翻朋友圈 其实都已经找不到朋友了 小孙介绍 高高在上的专柜品牌 由于场地租金 人员开支 板费成本等问题 价格上的确不是电商的对手 之前也有专柜品牌 冲击电商渠道外北的例子 据小孙观察 他在专柜的那几年和现在相比 客户流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但越来越多的客户 开始去专柜试货 然后网上下单 这对专柜的销售有一定的影响 我做的时候是13年嘛 那个时候电商已经有一部分了 做的 但是肯定没有现在那么多 但是人流的话 我觉得好像从以前到现在 都还是没有怎么变过 人流还是会有 电商首先它去掉很多中间环节嘛 然后就是可能 买来的价格会相对来说低一点 然后客人就会过来试穿完了 然后在电商那边买 这种也是会有的 在2017年中国电商促销盛典的上半场 京东618购物节期间 根据京东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 京东商城累计下单的金额超过1199亿元 商品件数达到7亿件 相当于平均每个中国家庭 在促销期间购买了1.6件商品 而天猫618服饰总体成交额突破了10亿元 开场仅7分钟 天猫国际成交额破亿 快销行业开场后半个小时内同比增长378% 值得注意的是 这近1200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额里 完全没有实体零售商的踪影 冲击是客观存在 就是一个电商的快速增长 以后我们一些刚性需求的商品 比如说主腹食品 你吃的总归是有限 那么我主 比如说我在网上买了米啊面啊这些东西 那么肯定我在实体店就会买的少了 这个是肯定从就摆在那里 但是另外一类商品呢 它是有消费需求是有弹性的 比如说服装啊包袋啊鞋子啊 这个多一件少一件的就无所谓了 2017年上半年的电商和实体零售业的相关数据 也进一步的表明了电商给实体零售带来的巨大冲击 中国政府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7年上半年 中国网上零售额三万一千零七十三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四 也是首次连续六个月突破三万亿元 创下了电商零售同期的最高记录 与此同时实体零售额的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了一点五个百分点 其中百货店专业店的零售额增速分别是去年同期加快了百分之三点三和百分之二点五 官方认为随着经济稳中向好 市场需求进一步的活跃 2017年以来实体零售的增长局面向好 好了这下真的搞大了 以双十一的消费狂欢为突破口 他们充分的利用了科技 科学技术和互联网我把它称之为科网 所以在这个领域内 它现在正好处于应用性的突破阶段 所以他们就站在这个风口上 好有这个风口一道啊 这个整个 它这个经济利益的好处和传统的企业 要经过多少年 惊心苦苦完全不一样 然而一路高歌的电商并非高枕无忧 数据显示中国网上零售从2010年的96.9% 放缓到了2016年的26.2% 电商增速整体放缓 根据iResearch Consulting Group4月份公布的预测 中国人年均电商消费持续增加 2017年中国人均电商消费支出将会达到人民币12198元 比2016年增长7% 不过该机构预计这一支出的增速正在放缓 明年会降到5%以下 分析认为电商的增长态势说明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市场虽然在增长 但是已经开始放缓了脚步 而中国整个零售互联网的用户已经达到了总人口数量的50%以上 因此互联网零售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的稀释 依靠人口增长拉动互联网销售已经成为历史 今后趋势我觉得它还会减缓 减缓要跌近20% 就是百分之十几的左右 但不管怎么样 电商的增长还是远远高于我们实体商业的增长速度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是一个规律 一个本来它高速增长的时候是基数比较小 现在基数已经很大了 很大的基数再要保持高速增长就比较难 所以它速度会下降 当红电商重重和刚刚起步的维商小孙 也都敏感地体会到了电商环境中的变化 并不断地思考着平台的创新升级 在他们看来万变不离其宗 经营的核心点还是要让客户以线上的优势价格 享受到线下的消费体验 因此在合适的时机发展实体店 已经列入了短期或者长期的规划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吧 就是我也想是开一个实体店 因为毕竟就算是我现在电商 我说的就是想给客人试穿完之后 看过食物之后再让他决定 但是大多数都是他一定要是比较有意向的 然后我才过去给他试 不过我可能哪一堆卵斯巴斯全部给他试 我也打不过去那么多东西是不是 然后其实最好的还是说就像你前面说的 马云说的电商和实体店的结合 这是最好的 就是你开一家实体店 你不是说要去靠这个实体店做多少生意出来 就是你一个店载客人可以过来也有体验 然后当然是最好是以电商的价格去买实体店的东西 就像我们今年下半年刚刚启动了一个项目 那我们现在是两个国外品牌的中国区走贷 这两款品牌营销推广的主阵地是在线上 但是销售的渠道却是在线下 未来的方向很有可能是由线上的首次推广 加线上的首次售卖 然后转到线下的渠道分销 最终在线下完成成店 其实马云早就提出 纯电商的时代很快就会结束 一种结合线上线下物流数据和供应链等诸多因素的零售模式 将会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事实上电商已经开始新零售的布局 在越来越多传统行业从线下走到线上的时候 电商巨头又从线上走到了线下 大幅的拓展线下的领地 比如阿里巴巴入股苏宁 收购银泰控股三江购物 京东宣布未来五年在全国开设一百万家便利店 近两年 河马先生超级物种 百联resol等生铅电商也打响了新零售的保卫站 分析认为新零售最大的价值 就是从线下流量转到线上流量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线上线下融合呢肯定是一个趋势 当然不是所有的那个我们那个商业所有的零售都是线上线的 这个还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特长 当线上有这个要求他往线下拓展 往线上拓展有融合 那么线下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有这需求往线上来拓展 那么线上线下我觉得真正要弄到好的就线上线下要真正的做到融合 能够互相引流能把线下引到线上线上引到线下 这样的理想成功 如果是有的店我只是多个渠道 我实际在卖那有网上也在卖 但是实际跟网上的没有关系大家各做各的 那么只是多了个多了个销售的渠道而已 线上线下结合的新零售浪潮 对于实体零售来说无疑也是一大机遇 同时19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指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也为实体零售的创新转型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对此学者就认为未来中国实体零售 一定是线上线下的虚实结合相互促进的运营模式 光是这个虚拟经济的发展 或者说虚拟流动业的发展 应该说不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文化和物质生活需要的 线上的流动业和线下的流动业相结合 虚拟的流动业和这个实体的流动业相结合 从最初的对立冲击到今天的线上线下大融合 电商和实体零售可以说是已经逐渐走出了零售战场的硝烟 马云一直强调的新零售实际上已经到来 而就在马云密切关注双十一交易额的时候 曾经和他共商经贸合作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刚刚和中国政府签下了大单 下节回来继续相关话题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最高规格的待遇 创纪录的经贸协议 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动 没法不吸引全球的关注 但是在对话之前 美国对于贸易赤字的耿耿于怀 和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定位的质疑 到底会给未来的合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来听一下各界的分析 特朗普是中国在中共十九大之后 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元首 中方给予了国事访问的高规格 是比以往美国总统访华更高的待遇 此次访问也是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今年内的第三次见面 自今两个人的通话次数已经超过了奥巴马和习近平的总和 中国政府表示特朗普此次访华期间 与习近平进行了小范围非正式的互动 两人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战略性的沟通 讨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方向 主要的目的就是使两国元首有充分的时间 就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的问题来进行深入的战略性的沟通 那么相信这种沟通有助于加深相互的了解和互信 那么对于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习近平和特朗普九号五间 共同出席了中美企业家对话会和签约仪式 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 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了2535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 涵盖能源航空汽车电信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和行业 该协议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记录 也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史上的新记录 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 中美经贸合作空间巨大 中国愿意积极的扩大从美国进口能源产品和农产品 也希望美国加大民用技术产品对华的出口力度 我们愿积极扩大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原油、成品游斗、能源产品 进一步挖掘美国对华牛肉、棉花等农产品的出口潜力 深化对美国旅游、电影、教育等服务贸易合作 也希望美方加大对华民用技术产品的出口 特朗普则在发言中再次提及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问题 他强调这不能怪中国 而要通过政策的调整 同中国构建一个平衡、公平、可持续的经贸关系 而在特朗普亚洲行前夕 曾多次指出3400多亿美金的对华贸易赤字令美国难堪 此外白宫高级官员在特朗普亚洲行的吹风会上表示 和中国越来越难以在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 这反映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态度放缓 甚至在缩减 他为什么死活不承认 按理来说我们原来和他签了WTO协议 15年以后你就自然自然就是就像落党自然转正了 为什么 你中国太厉害了现在 所以他要把他保留一点他所谓的一种权利 然后通过这个来敲打敲打你 你比如如果你不是没有承认你市场经济国家的话 要对你给他产品他要打上一个反倾销的权利 那么他就会把你的价格和他世界其他贸易国家 找两个来对比一下 如果说你承认了市场经济国家那对比什么 特朗普此次访华的一个最大诉求就是贸易平衡 对此中国多个部门的官员都表示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赢共利 中方从未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 而要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在特朗普到达中国前夕 中国多个部门的官员都表示 目前两国的经济团队沟通顺畅 相信两国会在经贸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尤其是在基建能源等领域 未来会有更多的合作 就是我们刚才说中美关系有好多具体问题 有好多负面的东西 但是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从上 所以中美关系一定要从上往下管理 你不能从下往上走 你从下往上走全是坏事 或者很多坏事 从上往下管理 除了我们说需要我们两国有战略思维 有历史高度以外 两国领导人能不能够有很有效的战略沟通 战略信任 我们彼此互相信任 这个对于从上往下管理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特朗普此行对于中美经贸合作 做出了哪些安排 从他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看出一些端倪 美国CNBC网站的消息透露 代表团由全美29位顶级的企业高管组成 成员主要来自于能源和大中商品企业 具备三个共同的特点 对中国具有出口优势 比如能源行业和农业 在中国具有加大投资份额的可能 比如先进高端的制造业 和中国联系密切 对中国友好 对开展稳定和自由的中美经贸关系有支持的 分析认为代表团的组成释放出了 美国要和中方建立持久稳定经贸关系的信号 特朗普此次来 首先也是本着一个进一步如何加强双方合作的形式来的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带那么多的 这个所谓的商界的这些领袖 29个 那么从他带来的阵营里面看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偏重于他们的优势行业 就像天气赛马一样 比如说航天飞机 今后的这个民航用的飞机 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全世界增长最厉害的就是中国了 要进五千架飞机的大市场 那他肯定要把波音给带来 分析还指出 与奥巴马时期安排的访华商务代表团相比 就可以看出代表团的成员构成 与美国总统关注的经济议题有关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2014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 中美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当时随行的奥巴马新能源行业较多 因为奥巴马关注沿海合作 大气治理 以及去锅炉化等问题 而特朗普带领的是传统能源行业 正气和他勾画出的美国能源独立的愿景 特朗普上台以后 取消了巴黎协定 鼓励发展化石燃料 支持煤炭复兴 推翻清洁电力计划 彻底的扭转了奥巴马时代的施政方向 特朗普主要是一个重商主义者 他很多东西都是从商业层面 然后从美国经济本身的 就是因为美国优先 从这样一个层面来考虑这些问题 所以说这次我们看 特朗普整个访华的代表团的构成来看的话 也大量的是能源类企业和大众商品 当然能源类企业的话 这个也其实侧面反映他之所以对这个气候变化 这个协议的这个态度也是 他未来是支持美国的整个能源产业的这样一个复兴 那这个背后的话 就看到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希望推动美国的能源企业 这个对外出口 未来随着美国能源对华出口政策的调整 有学者期待双方能在液研气 液化天然气等领域达成更多的合作 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一带一路的框架下 两国企业也存在前所未有的合作机遇 事实上为了减少贸易逆差 美国方面正在计划增加美国对华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出口 以及改善中国对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 此次出现在商贸代表团名单中的波音民用飞机集团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 美国大中商品贸易等企业 有可能肩负起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期待 公开数据表明 在2015年至2016年 美国对华出口份额较大的行业为 飞机132亿美元 大豆128亿美元 汽车96亿美元 以及电子产品器件84亿美元 如果说美国就是说 它自身如果主动想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的话 那它除了就是说推销 这个所谓的大中商品和农产品之外的话 也应该开放这个高科技产品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服务贸易方面的话 就是说 它希望就是说 就是中国能够增加这个国内的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 那这个的话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是中国国内的自身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对外开放 是有自己的这个时间表和有一个自己的计划的 也不能说单纯是受制于美国的压力 而就是说 就是说来来这个做一个提速 加大服务贸易 这是美国方面的一贯的要求 它认为在金融这个领域内 它是有优势的 所以它希望我们打开 比如说银行啊 什么这个债券市场 那个债券等等等等 那么发展到今天呢 我实识确实讲 一轮新的产业革命已经崛起了 科技金融 科技金融发展很迅猛 所以在科技金融面前 中美两国都处于同一起跑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估计我们会加大 关于金融服务业领域的开放程度 和特朗普访华 同样受到中国方面关注的是美联储换帅 2018年2月 美联储理事鲍威尔将会接棒耶伦 Our economy requires sound monetary policy and prudent oversight of our banking system That is why we need strong, sound and steady leadership at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Reserve While post-crisis improvements in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have helped to achieve these gains I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my colleagues to ensure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remains vigilant and prepared to respond to changes in markets and evolving risks 分析认为 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方面 它可能会延续美联储当前的谨慎策略 在监管政策方面 它主张放送美联储和其他机构 在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一些规定 鲍威尔曾经表示 加强监管并不是所有问题的最佳答案 那其实站在就是 其实特朗普政府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那选择鲍威尔的话 那其实合理性很高 第一个就鲍威尔本身是共和党人 那跟共和党政府的话 其实契合度更高 那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鲍威尔本身的这个温和立场的话 有利于配合这个未来特朗普政策 这个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税改 另外一个是基建投资 这两方面的话 都会增加美国的这个未来赤字的规模 那如果说未来 要确保美国的这个赤字规模 可持续的话 那必须有一个美联储的政策的配合 那所以说鲍威尔在这个立场上来的话 可能就是更多的会增加 对于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策上的配合度 那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在这个整个的美国的金融监管方面的话 有可能会就是说放松 那这样的话 就是鼓励了美国的这个金融机构 增加对于实体经济的放贷 然后刺激美国的实体经济进一步的这个提速 特朗普的中国行和双十一购物节 是今年十一月份的重头戏 从民间消费到国家间的合作 似乎都验证了这样一句话 就是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电商和实体零售如此 中美之间的关系大敌也是如此 所以如何维持良性的竞争和合作 是各行各业 甚至是各国之间的永恒话题 下节来看一下内地资本市场的表现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而就在他到达中国的第一天 户指就创下了22个月以来的新高 特朗普概念股被炒得火热 中美经贸合作协议 涉及到的相关行业板块后续 到底会怎么走 来听一下市场分析人士的看法 欢迎两位 马涛和蔡君毅 我们看到这里这一周整个市场在3400点稳的还是比较坚挺的 让大家看到整个对于未来这个牛市的走势 似乎信心更加坚定了 还有就是说这周这个特朗普来来访华签了这个贸易大单 现在整个你们基金对这个怎么评价 简单来说 这次的这个中美合作应该说是肯定是进行进一步深了一步 通过我们对美国的技术和相关的高端制造业进行集中的采购 我们应该说是扭转了之前的贸易的不均衡的情况 同时新设立的这个初始规模为50亿的这个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 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民间的这种合作市场化的合作方式 为美国的制造业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这些制造业的隐形冠军 进一步增长是创造了很大的这个动力的 所以整体上来说是双方政策的这种共通点 一些利益共同所在的这么一个发展 这里面一条暗线对市场的直接影响就是一带一路相关的板块 能不能往前走一步 能不能借中美合作的这个顺风 我们往北美往发达国家去输出我们的优势的基础设施和工程技术 比如说高铁技术 比如说工程 比如说我们的北斗系统 能不能往外再多走一步 因为大家最近也看到了人民日报包括多个媒体 是提到了我们的北斗最近的新的数量又是增加了的 然后实际上在2018年 北斗系统就有能力去覆盖一些发展中国家 是为一些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相应的服务 这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同时也是中国军民融合的这个战略的重要的一部分 应该说整体和未来的中期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契合的 所以等于中美这个大单签了之后 等于是一个比较良好的开端 各界都比较看好后续的发展 我想大单的一个签订 一个是平衡贸易的这样一个我们的 应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顺差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 我想通过大单来进行经济利益方面的一个交换 同时达到政治利益的共同的一个升华 我觉得应该说一带一路 是我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个诉求 所以我想对于这次中美合作来看的话 或者说这次大单的话 只是我们在中美合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签 其实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可以发展互惠的一些合作的项目 再听听其他市场人士的说法 中美之间签订了巨大的贸易单 可能给相关的个股带来一定的机会 而网络安全也成为未来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方向 网络安全板块 那么在未来仍然有一定的表现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整个二级市场立马就反应非常强烈 包括相关的一些像5G概念的实际上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就是和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 然后再前两天的一个事件 就是我们有一个360回归 回归A5这块 我更愿意把360看成是一个目前的个案 虽然这件会表达说 我们把这个中概股的回归打开大门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中概股回归 和一年一年半以前不一样 一年半以前的话回归的话 更多的我站在资本角度来讲的话是套利 而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回归 我们更多的是站在资本市场的诉求失效 更多的什么优质的新经济的资产的这样一个回归 所以我想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个案 当然我们说未来的话 还会有局部零星的优质资产的回归 但是绝对和一年半以前 我们理解的中概股回归 应该说含义是不一样的 对 对 11月初 骑虎360公司 借壳A股上市的计划浮出水面 江南佳节公司正式披露了360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 通过对江南佳节进行资产重组 以登陆A股的消息 360公司100%的股权 将作价504.16亿元制住上市公司 消息一出 360概念股股价全线上涨 新三板也不例外 对此 证监会表示 支持优质中资企业回归 马涛对360回归怎么看 因为其实360回归带动一部分核资源出现躁动 它有360回归的这个新闻 但是还伴随一个事件 是这个证监会的发声委 近期对于新上市的公司 采取了一个比较严格的态度 对对对 六家企业过会 没错 但几乎是最低的吧 过会率是吧 不是所有人都开心 没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资本市场开始反思 实际上呢 这也跟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 进一步修复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次星包括壳 还有之前的这种ST股 它都是在市场风险偏好 比较高的时候 机构才去翻炒 或者游资 采取这个动作的一个地方 最近整个指数 在这个重要的这种政治事件过后之后 依然保持一个比较亢奋的状态 就使得风险偏好驱动下 这些其实更加偏向于炒作性质的标的 是出现了一个暴动 实际上这周市场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前期调整的周期类的个股 钢铁 煤炭 然后又卷土重来 对 然后另一方面配合的呢 就是5G概念 就这两个是此起彼伏的 但是现在大家就比较困惑的一点 就究竟未来是哪一个板块 能够继续引领大盘 在3400之上再往上走 我们是观察到了建筑业需求 在10月份开始 已经开始稳步的复苏了 2016年一季度开始 密集新开工的那部分庞体产项目 进行了18个月的建设之后 应该是在2017年的4季度 到2018年的一季度 开始集中的竣工 这部分会释放大量的 大东商品的物料的需求 包括钢铁 水泥 有色 建材跟化工 现在说需求释放正当时 虽然华北地区的工业生产 受到一定的抑制 但是华东华南地区 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实际上这些区域的需求 是很旺盛的 而且一般上来说 华北地区到了冬季 它的需求就应该是下去 因为冬季寒冷 它不适合施工 所以之前环保带来的一些监管 应该说在这个时候 它的负面冲击是趋向于最小的 然后另一方面 17.6万家在金金季地区 被区化的小小兰屋企业 它带来的市场空间 使得有相当部分的 成规模的企业 它看到了扩产的希望 我们看到了一部分的机械订单 正在蓬勃的发展 是为了明年的重新抢占 这一部分空出来的市场空间 应该说地方政府也好 我们的有作为的企业家也好 都在谋全擦掌 而且这部分的设备 又是更新的设备 又代表技术更高的水平 更高的这个规模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看到制造业的再投资需求 和工程的这种建筑需求 又是启动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觉得周期股在这个位置上 是相对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很可能我们看到的钢铁价格 水泥价格 水泥价格已经创新高了 钢铁价格 有次价格跟化工品价格 可能还有更高的一个位置去等待我们 蔡经义呢 我觉得目前的周期股 至少在当下这个阶段的话 马上说的是未来的一个预期 我觉得在当下的话 如果周期股要引领上涨的话 你要给一个新的逻辑 是不是有一个更加集体性的 升级版的这样一个周期 凭着这样的价格上升 现在我们了解下来 宏观给我们的一个反馈是 相对来讲的话 你要这些商品的话 价格在大幅度上涨 形成更大的预期的话 我觉得至少从目前来看比较难 但是呢 这个预期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也存在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全球的状态恢复得非常好 而且油价已经占上了60美金以上 占得非常的平稳 说明全球整个的经济的 从一个从复苏 已经到了一个略微扩张的一个特点出来 而且全球的货币 开始进行相应的收缩 说明经济恢复的状态 比我们想象的要好 所以我们说 内部情况或许我们和外部情况来比的话 外部复苏要比我们的阶段性来的更靠后一点 就更好一点 我们这边的话 正在慢慢的复苏 但现在的话 我觉得这些商品还不具备大幅度价格的上升 而A股本轮 我看过从这个3350点一线拉上来的时候 第一段的时候 恰恰就是PPI公布的前后 然后钢铁动了一下 但是强度持续度并不特别大 还有是煤炭股也动了一把 油色也动了一把 但是最最引领市场走强的恰恰是两桶油 还有这个中字头的 还有这个我们看到的像中国联通 中国联通现在改革的预期 其实大家都现在不注意 它已经悄悄的从7块钱回升到了8块钱 所以我想后续如果我们的A股再要向前挺进的话 还是围绕整体的一个核心资产往前推进 而且核心资产的波动情况非常有特点 每个行业板块的特征情况 阶段性运行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家电股 其实它已经到了三线核心股都上来了 昨天的话 这几天的话 我们看到连这个申康家这种类型的黑店都开始起来了 白酒这块方向的话 整体是二线的蓝酒 局地跟上 但是运行到其他的像新能源这些类型的板块来讲的话 它刚刚是一线的股票在开始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核心资产的滚动情况的话 是非常的阳性 如果A股继续挺进的话 依然整体围绕在核心资产方向上面 再听听其他市场人士的建议 本周A股市场整理呈现正当回升态势 上升指数再次站上3400点整数关口 卖牛行情进一步确立 在美股 日股 欧股以及港股 普遍走牛的背景之下 A股的牛市只会迟到不会缺席 预计年底之前 上升指数有望进一步向上拓展空间 大盘的赚钱效应进一步提升 从而吸引场外资金入场 从板块方面 5G 回产芯片 以及股 鲤等资源股在本周表现强劲 后市仍然可以进一步关注 广发基金 业绩为王 消费和金融的性价比较高 大模华新 市场调整有限 投资仍应业绩为王 迎合证券 大市值蓝筹股市上涨的核心动力 中金公司建议关注科技硬件 先进制造与大消费 好 嘉宾观点 观看参考 祝各位投资顺利 下周六晚9点40分 中国深度财经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